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一泰就带大家来看看那些年突然塌房的哥哥们都有谁吧 蔡徐坤一夜情 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 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练习生蔡徐坤 因为一句机你太美 蔡徐坤成为众多调侃的对象 再配上一段鬼畜视频 蔡徐坤一度引发高度关注 然而蔡徐坤并不是那种搞笑的人 他在13岁时与居屏搭档主持 14岁时通过选秀正式出道 可以说他的人生是励志的那种类型 尽管他之后因为漫画脸而走红 但实际上这张脸也并非是真的 在雨前公司解约时 有人曝光了蔡徐坤曾接受一枚整容的事实 这一事件导致蔡徐坤的人气稍有下降 直到最近的打胎事件发生 其实在这个快餐时代 一次冲动本不是什么大事 特别是对两个单身的成年人来说 但随着蔡徐坤母亲徐静的介入 却让事情走向发生了转变 一系列离谱的操作 让这位C女士选择鱼死网破 干脆将事情曝光 直到7月3日 蔡徐坤才以工作室的名义发生 两人是正常交往 没有强制 更没有涉及未成年人 这种回应变相承认了一夜情 睡粉 怀孕打胎等事件的真实性 紧接着 蔡徐坤参加的节目延期播出 豆瓣主页的作品被清空 杨氏下架了所有与蔡徐坤相关的视频与言论 多个品牌也下架了与她有关的内容 估计解约合同都已经准备好 只等最后的官方宣布 蔡徐坤回应之后不久 又有狗仔爆出她 还有一位秘密情人W女士 并留出两人的亲密照片 面对这次的爆料 蔡徐坤方明显表现得更加有经验 没有置之不理 而是以造谣的名义报警处理 黑料不断爆出 从一夜情到秘密情人 再到被官媒列为风险艺人 蔡徐坤这位在顶流位置红了多年的艺人 面对这样的情况能否翻身呢 吴亦凡 睡粉的代价 你看这个面太有差 就像这个碗太有大有热 要说起被母亲的操作毁掉艺人生涯的 吴亦凡必定是最有话语权的 作为《归国四子》中最受欢迎的一位 吴亦凡在娱乐圈的发展远超过其他人 直到东美族的爆料事件 人才真正看清了清纯男孩吴亦凡的真面目 原来 他多次以选MV女主角的名义 骗女孩子共进晚餐 还以选妃的方式来挑选最适合的事情的对象 他先将女孩子灌醉 然后将她们带到自己的床上 清晨醒来时 再以一见钟情的借口 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 更可怕的是 他偏好未成年的除 东美族就是这些女孩中的一个 他的揭发在网络上被称为东美族起义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爆料 吴亦凡也以真诚回应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有 我宁愿自己进监狱 事实上 他确实进了监狱 而且还是因为他母亲的奇葩操作导致的结果 从舞台上的说唱歌手到如今的囚犯 吴亦凡真的因为贪欲 毁掉了自己原本充满精彩的人生 李一峰多次嫖娼 我的中文名字叫李一峰 那我的外语名字叫做李一峰 李一峰的他房原因倒不是因为母亲 他最大的能耐是嘴硬 是证据摆在他面前都不承认的那种 在他房之前 李一峰一直以励志和绅士的形象示人 是典型的三好男人代表 他还是央视中秋晚会的表演嘉宾之一 在同龄男星中无疑是杰出的一位 但随着一则关于李一峰嫖娼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他在央视的节目也被突然取消 但尽管如此 李一峰并没有对此事过于在意 而是发表了一份辟谣声明 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 随后他还亲自录制了一段视频 以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抓捕 他之所以如此自信 主要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公关团队能力 毕竟在2016年的撞车逃逸事件中 他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只不过受到了一些批评而已 他过于乐观了 在发布澄清视频后不久 官方媒体就对他的嫖娼事件发表了通报 并直接点名批评 尤其是其中提到多次一词 彻底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也最终收获了一副银色手镯 黄海波冲动的惩罚 美女 让我们到个没人的地方喝杯红酒 在众多沉溺于色欲的男性中 黄海波是观众最难以接受的一个 毕竟在事情发生之前 他一直在银屏上展现着好男人的形象 例如在新上海滩中饰演的丁丽等角色 尤其是与高原原合作的电视剧《咱们结婚吧》 直接重新定义了好男人的形象 事业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在2014年 与屈珊珊确定恋情仅仅三个月后 他因嫖娼被抓进入监狱服行了六个月 出狱后 曾经的好男人黄海波已经带上了劣迹艺人的标签 遭到了全面封杀 尽管他公开道歉 但想以演员身份重新回到公众面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一师足成千古恨 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会对那个多情的夜晚感到后悔呢 罗志祥 时间管理大师 作为曾经的亚洲舞王 台湾人气偶像 罗志祥可以说是很多八十 九零后的回忆 前些年罗志祥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内地 参加了极限挑战 创造营 这就是街舞等大热节目 更是凭借着自己幽默诙谐的性格 获得了大批内地观众的喜爱 而他与女友周扬青 那长达九年的恋爱 也是令粉丝羡慕不已 原本以为二人会最终修成正果 走入婚姻的殿堂 但随着女友周扬青的一则爆料 让大家彻底认清了他的真面目 随着周扬青发长文 首次渣男的内容被公开 爆料期在两人交往期间多次劈腿 还是在自己别墅内进行多人运动 更是与自己的经纪人有着不正当的关系 爆料内容这时经呆了一众吃瓜群众 后续就有网传说 经纪人因为迫于舆论的压力 已经引咎辞职了 但即便如此 两人破碎的感情也无力回天 之后这件事在网上持续发酵 当事人罗志祥被广大网友一顿讨伐 一时间大量粉丝脱粉 各种代言纷纷解约 他的演艺生涯也毁一旦 更是被网友冠以时间管理大师的称号 王力宏 私生活混乱 我依然爱你 我是生命中注定 2021年12月15日 王力宏在分手声明中提及 亮雷和我的私生活很简单很单纯 所以不会再回应任何媒体 然而 只过了短短两天 这个刚结束的前任 就在社交媒体上爆大料 其中涉及到王力宏婚前套路女性 婚后出轨 调娼 私生活混乱等等 信息量超级大 惊呆了全网 当然作为多年来的优质偶像 2021年度他访蓝明星的年终总结者 看那些你不知道的事中 网友们最关心的还是嫖娼事件 王力宏最早嫖娼被拍到 是在2012年 当时 他与一位打扮性感的韩基女性举止亲密 并且两人还一起进入了王力宏的家中 随后 这位女性还被媒体追问 让人意外的是 对方并没有否认 反而大方表示 曾与他共处一事 2016年 著名狗仔卓尾爆料 王力宏调娼 并且提供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不难发现 他与女子是刻意保持一段距离的 而小区的保安也透露 王力宏会经常带着女孩子回家 有时是一个小时 有时会带一整晚 而根据记者透露 进入王力宏家的女性 大多是一些成熟的性感女人 并且 王力宏都会使用化名 曾有一位女生 在进入王力宏的小区前 用不太清晰的中文与保安交涉 说自己要上去找周先生 然而保安很疑惑 因为这栋楼并没有周先生 随后他打电话给王力宏 而王力宏似乎导致此事 直接对保安说 放行 而在最近 又有消息爆出王力宏的相关内容 不得不说 这个曾经的优质偶像 已经彻底塌房了 最后 一太想说 自古以来 色字头上一把刀 贪欲一旦滋生 反噬也就随之而来 吴亦凡 李一峰等人 成为了真实的反面教材 然而 仍然有人相信自己 可以成为那个漏网之鱼 宁愿冒着毁掉自己事业的风险 也要沉溺于一夜风流 但这样的代价 他们是否能够承受得起呢 蔡徐坤从一个拥有漫画脸的男孩 文为一夜情和强制堕胎的主角 他面临的结局 究竟是成功翻身 还是彻底的事业崩塌呢 这一切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那么以上就是一太整理的 那些年突然塌房的哥哥们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与一太进行互动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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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